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好 各位欢迎议书的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那这一集呢 我默金老师来来谈 同学们比较容易犯的 或是不容易经营画面的一个问题 那叫做空间 空间 何谓空间 空间就是一个你前我后 对不对 我在前面 你在后面 画的画面 后面就不能把它画到前面 因为你想表达的就是你在前面 好 讲了那么多 我们随便讲这两个杯子好了 那这两个杯子 默金老师的右手往前一推 表示这个杯子在前面 左手的杯子在后面 那当然啦 你在画这两个一样的杯子的时候 你怎么让它们一前一后 那这牵得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前面的一定要清晰 而且要稍微大一点 后面比较远 要稍微小一点 而且要稍微模糊 好 这概念好像似乎大家都知道 你在画你的画面的时候 你好像也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但是呢 殊不知你疏忽了一点 如果单一样物品的时候 譬如说默金老师拿了一个茶盘 在这个单如物品的时候 它牵扯到前面的前缘 跟茶盘的后缘 这就有前面后面的一个关系 那像这样单一样东西的时候 很多同学呢 就容易疏忽 也处理得不太好 那我们下面的视频呢 我们就用方块 一直到圆柱到圆球的各种物品 来告诉你 当一个物品的时候 它的空间 应该是怎么处理 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 我们简单来看 第一个 空间 我们用方块来说明 在一个进物的时候 这个方块的 自己本身 有什么样的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 同学们 就这个方块 应该很清楚 看到莫君老师在表现一个 空间 什么样的空间 一个 方块本身自己的空间 也就是说 前半段的 清晰 锐利 明确 跟后半段的 模糊 不明确 的一个 空气 透视法的一个 延伸 这就是一个 在我们的 立方体里面 它自己本身 就应该具备有物体 自己的 空间的 能力 这就是一个 方块 你学会了 它怎么 安排了吗 好 同学们 我们先下来来看 圆柱体本身自己 的空间 怎么来处理 怎么注意到它 我们来演示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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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 簡單的完成了一個一開罐的圓柱體的物品 那要討論的就是物體本身自己要具備空間的能力 怎麼說呢 你還看看孟靜老師在上面這一個橢圓形的平面上 後面的界線跟前面界線是不是有清楚跟模糊 那就證明了一件事 這叫做空間 對不對 整個圓柱體上同樣的一條白線 爬過我們的物體身上的時候 離我們比較近的地方的清晰度跟暗的區域跟亮的區域 它們本身的清晰度的處理都不一樣 這就是在證明一個空間的凸起 兩側的圓弧 這就是一種空間的表現 所以圓柱體這麼簡單的 自己本身具備的空間能力一定要有 同學們 我們來處理所謂的第三個圓球體 這就是我們三大基本性 從方塊到圓柱到圓球 它們本身自己本身具備有哪些要處理空間的要靈 我們來看看圓球體自己有哪些空間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來看看圓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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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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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厚在哪 整個球的周邊都是屬於模糊的 並不能太銳利的表現它 為什麼 這叫空間嘛 因為離你最近的最清晰 離你比較遠的越模糊 這樣的圓球體的自己的空間表現 本身自己應該具備有的能力 你學會了嗎 我們上面所畫的這三個不一樣造型的一個空間的處理 重點就是說 單一個物品是不是前面的要清楚 旁邊的要模糊 那單一個物品總是有離你比較近的地方 這個離你比較近的地方 就是要把它處理清楚 而不是說因為它是個近物 離你的眼睛很近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前後的關係好像都很清楚 那你就照樣把它畫很清楚 包括你拍的照片 傻瓜相機所拍的任何的參考資料 都有可能犯了這個問題 所以經過我們的銳利眼睛的一個檢視以後 你就有辦法把它一個物體的前後關係 清晰度 模糊度都分析得很好 這才是你數鳥應該有具備的強人而有力的能力 當然有更多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來討論 結束精混了 結束一願 一�� 工夫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